你現在收聽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中翔 燦爛時光會客室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聘恩公民行動營紀錄資料庫 以及中正大學的晉升晉智廣播電台 燦爛時光節目 我們聯合直播的視訊跟音訊的節目 我們在每個禮拜天的晚上九點半 會在PN的網站會有這個現場的直播 之後會在社運媒體公民行動營運紀錄資料庫 會有後續的這個完整節目的播出 然後我們知道在這個禮拜 其實有一個非常大的事件 就是從7月9號凌晨開始 其實到目前為止在中國 大概會有將近200多位的維權律師 已經無辜抓這個被逮捕 那這個包括香港包括台灣 以及在歐盟還有在美國很多地方 的維權人士 人權的民眾 民權的人士 其實也都開始有一些相關的 這個救援的行動 那到底為什麼中國政府要來去 逮捕這些律師 而這些律師 他是不是犯了什麼樣的法 或者是有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樣的一個逮捕的過程 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成立於2007年 當時我們啟動這個組織 因為我們關注到中國有好幾個維權律師 就是他們受到的這種非常殘酷的打壓 而且明天還有好多其他參與 這個人權運動的律師 他們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 或者個人的威脅 所以我們覺得有責任就是站起來 成立於2008年 一方面是支援他們的工作 一方面也會把他們的信息 他們的聲音帶到外界 我相信特別是你們這個組織 非常重要是在關注維權律師 那我想可能有些台灣的朋友 可能不知道為什麼在中國 會有特別有一個名稱 把律師的名稱特別加上維權 這兩個字呢 這樣的維權的律師 中國的維權律師跟其他在中國的律師 之間有什麼樣的不同嗎 我從一開始到現在 我們都覺得了就在律師面 前面加維權這兩個字 本身就反映這種不正常的一個現象 因為律師根本就是捍衛法治的 這個聲張法 法律公益呢 本身就是維權 這個應該是屬於每一個律師 他的天職 那多加這個維權呢 就等於就是說了 這個律師呢 有很大部分呢 他們這種所謂的聲張工藝 這種功能都不能發揮出來 所以變成有一些部分人 他願意當這個工作的話呢 反映了就是這個社會呢 他的法治得不到聲張 本身就是一個不太正常的一個現象 一個一點點的歷史的介紹吧 我想其實從這個80年代開始以後呢 這個因為之前呢 上十年呢 在中國大陸政治運動的時間呢 我們就不提了 其實從這個80年代以後呢 這個法律或者建立一個法治社會 在中國大陸被提出來以後呢 律師這個行業也慢慢被建立起來了 我們就看到一個慢慢的一個啟蒙的一個時期 從80年代到90年代 就是對於法律它的真正的價值有一個啟蒙 一直到921世紀以後呢 律師呢一方面人數越來越多 另一方面他在這個法律制度中間呢 或者這個社會裡面扮演越來越活躍的角色 那麼就看到他們越來越熱衷 進入參與這個所謂的維權的工作 但是同樣呢這種維權工作呢 經常會抵觸了一些地方的勢力 包括官方 被官方反正是有財有勢有利的他們的利益 所以呢慢慢的這些參與維權工作的律師 慢慢變成一個被打壓的對象 在中國大陸這些維權律師 他們最主要的維護的權利 大概會是有哪些 例如說可能包括很多民眾的上訪的權益 或者是我們也知道 包括在中國的這個有很多 這有關於所謂的拆遷 土地徵收的這些議題 那這些律師大體上來講 都是參與什麼樣的一些運動 或是參與什麼樣的行動 你談的這個背景完全是對的 但是事實上呢 其實應該說是更廣泛 比方有一些嚴重的怨安 比方有法輪功啊 宗教人士啊 有一些異議分子被殘酷打壓 這個當然都是更吸引媒體的頭條 但是還有更多呢 就是呢 我想全世界的律師都會參與的 比方一些普通的公民他們的權利 比方一些勞工啊 他都討回他的工資啊 有人受傷需要這個賠償啊 比方一些地方的婦女孩子 他的他的公民權利啊 這些媒體上沒那麼注意到 但是都是全世界的律師都會參與 工作的 這個權利用我們的定義都是可以 歸納進這個維權這個權 該受到保護 該受到維護的權中間 其實他包括好多方面的 嗯嗯 在中國從事這樣一種維權的工作 我們知道他的風險是非常非常的高 那其實有很多的維權 我們知道他的行動 可能都是在網上 然後或者是透過一些比較 這種暫時臨時性的這種行動 可是律師他本身是有執照的 那他如果要站出來為別人去辯護的話 他不會把自己陷入到某種的風險當中嗎 嗯 那風險一直都很大 其實那包括有一些不那麼敏感的案件 他們都有風險 舉一個例子 在中國當刑事律師本身就是個風險極大的 一類的工作 哪怕他代表那些刑事案件並不敏感 就是這樣說並不敏感 本身就有風險 為什麼呢 因為刑事馬上我們就可以明白 他的對抗的對象就是供檢法權利 那麼他們律師已經在這個案件裡面出一種很弱勢的一個景地 所以他們是他們的權利受到各種各方面的一種限制 而且無論在庭外在庭內 他的功能都發揮都非常受到各種的限制 而且在中國的這個司法不獨立的這個環境下 好多案件呢 如果他的領導已經所謂有了定性的話 律師更沒有發揮 一定經常會受到比方 約談啊 要約他 要謹避自己的行為 要去喝茶 對 還有更多的就是 哪怕是不那麼敏感的行事案件 如果律師具體力爭的話 律師被發生在庭上被禁止發言呢 被趕出法庭呢 被這個庭警用暴力加走呢 用到街上或者被暴力對待呢 之前之後都受到暴力對待 這個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本身的這個律師行業呢 尤其是參與到這個跟 對的對手是供權力的話 或者有一些有勢力的背景的話 本身他的風險已經很大 這些都只是在一般的這種所謂的行事案件 那如果他比較涉及到比較政治敏感 例如說我們今天 可能像有些這個所謂的土地徵收 或者是這種所謂的拆遷 其實他背後可能是一個地方政府的 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權力結構 那律師在面臨到這些這樣的一個議題的時候 然後他又會有什麼樣的下場 就看他參與到什麼程度 也看他的對手這些權力 他們用什麼的手段 其實我們很難 有時候很難去補給公權力 他們用的所謂的暴力用的什麼方式 因為他們的所謂的做事情的方法 我認為有一個叫pattern 他的形式的模式也很難掌握很難觸摸的 就看他就用什麼手段 而且也牽涉到所謂的利益的恒大有多少 當然也有牽涉到律師他們做事情的技巧 他強硬到什麼地步 能退讓什麼地步 所以很難一概而論 但是如果碰到拆遷的這些案件 一個事實就是律師參與的成功率很低 成功率就是在法院非常低 因為背後一般利益的所謂的群體太廣了 而且東方談到土地的話 我想絕大部分絕大部分絕大部分 都有地方官員政府的利益牽涉在裡面 你要把在一個是否不獨立不公正的地方 要要觸動的這些地方政府 或者他們那些人 包括肯定很多都是貪腐的利益的話 那你的成功的機會就很低 在這麼危險的狀況之下 為什麼還有這麼多的 中國大陸的維權律師 會不斷的出現 然後不斷的去伸張正義呢 難道他們都不害怕嗎 就是由於他們害怕 所以能夠真的站起來只有那麼少 但是也不算少了 這個我是要說明些什麼叫維權律師 這個維權律師這個名詞 這個點有點廣泛 其實我們可以把國內的參與人權工作的律師 分為好幾類 所謂我稱為敢死隊 最勇敢的不怕暴力的 大陸有一個名詞稱他們為死客派 他們就抓到死客派 就是這些最勇敢的不怕暴力的 這個肯定是小數 他們抓著一個案件 就跟你打拼到底 不管怎麼樣 他們堅持他們的原則 他們的勇氣可加 但是經常也把他們陷入一個非常危險的一個地步 你看到所有受到嚴厲殘酷打壓的維權律師 大部分都是這些所謂的死客派 死客派下面你可以說是人權律師 這些也願意接班一些敏感的案件 但是他們很懂得在施端的時候推讓一下用談判 用這個手段 這個人比死客派多一點 但是他們也比較有正義感 再下一面我們可以稱為公益律師 公益律師就是參與一些政治上不是最高度敏感的 比方一些所謂的勞工的問題 婦女孩子權利的工作 其實這個都是法律的權利 他們都願意接班 這個人數很多 公益這兩個字沒有那麼敏感 那麼再有更多了就是其他方面 所以所謂的維權律師是人數很多的 最勇敢的 剛才你說的 為什麼這麼危險他們很參與 這個一般就是那些所謂的死客派 他們對於法制堅持是走到最前線的先鋒 我們看到這次的所謂的大的逮捕 到目前為止大概已經逮捕了多少人了 一直到前天 過去24小時我們受的消息 應該到前天為止 最少有230個左右 但是在230多個裡面 也不是全部都是律師 大概我們算過 因為他的名單 我們的掌握 大概拔到15左右 其實都是一些非常活躍的人權分子 其他的剛剛超過200個都是律師 但是只有200多一點的律師 大部分被逮捕以後 一天兩天或者不超過三天 都被釋放出來 受到警告 釋放出來 現在還被拘留 拘留其實都是失蹤 因為我們都沒有 他的律師都不能探望 他家人都不能探望他們 我們現在估計有20多個吧 就是20多位其實已經目前是完全失蹤的狀態 你說的對 原因是這樣的 剛才我說了 其實走進這個21世紀以後 律師的隊伍越來越大 而且參與人權工作的律師也越來越多 但是他們知道這個風險很大 所以這幾年我們發現他們國內的大陸的人權律師 他們慢慢的組織起來 他們成立一個雖然有點鬆散 但是也是一個聯絡網 他們自己有一個聯絡網 聯絡網有什麼作用呢 就是如果有一幫出事 他們就來救援 來聲援 他們也稱為是遺救 對於共產黨來說 最怕兩個字叫組織 對 民間有組織的話 他肯定 不管你是組織什麼 他肯定給你特殊的待遇 所以他們慢慢看得出這些律師組織起來 他們可以說呢 感受到一個危險 但是更厲害呢 就是這些律師呢 他們的武器是什麼 他們沒有權 沒有事 沒有財 沒有利 他們有的是什麼 有的就是良知 有的是聲音 有的就是法律的知識 他們手上的武器就是法律的知識 背後推動他們就是良知 其實呢 共產黨非常知道 這是非常厲害的武器 因為它會引起公眾對他們同情 秩序 所以這個是原因 所以這十多年來呢 對國內的這個維權律師或者律師的這個監管 一天都沒有放送過 這個是原因 今天是什麼呢 我不知道在台灣的朋友有沒有注意到呢 在這個五月底左右 在黑龍江有一個地方叫青安 他的護車站呢 發生一起警察開槍打死的一個法民的事件 對 當然呢 全世界呢 凡是警察開槍打死人 每一個警察都說是對方都先動手 嗯 也不例外就是黑龍江的警察打死人 就是說這個法民是動手打他 但是呢 後來呢 有一個人權分子 他的外號叫屠夫 屠殺屠夫 他弄到一個錄像 在現場的錄像 裡面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個法民 當時並沒有去怎麼樣去對警察動手 是警察看槍把他打死 就打死 就當場打死 嗯嗯嗯 那好了 有了這個證據的話呢 這個 黑龍江的警察 陷入非常被動的一種狀態 然後呢 有五個維權律師 陪同那些這個實體的家人呢 就去當地的政府去討一個公道 是你打死我的人 那討一個說法 那麼當地的政府就把這些五個律師啊 家人都抓起來 那發生這個事情呢 嗯嗯 其他的省份呢 有四十個 我想大概是四十個律師呢 就跑 老遠跑到黑龍江慶安區 去營救那五個律師 那所以剛才我說 他們已經成立一種網樂 網樂就是互上支援 嗯嗯 這四十個律師呢 到了當地呢 又被抓起來 那變成大規模的抓捕 那事情鬧得這麼大以後呢 結果呢 全國的律師發起一個簽名 在網上簽名的運動 嗯嗯 往短幾天已經有七百多個人簽名 就是啊 雙元這個事情 嗯嗯 事情就鬧到了嗎 對 我們看到最近呢 嗯這個 7月10號開始的大規模抓捕這個 抓捕這個律師呢 好多的好多的律師都是在七百多個人集中 嗯嗯嗯 所以這個就是這個精英 而且呢 有一點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呢 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 白埔這個律師呢 在全國呢 現在我們算一算呢 有超過二十個省市的律師 嗯嗯嗯嗯嗯 所以這個肯定是一個一個精密部署 一個一個準備很好 很有計畫的一種 有名單 按照名單去抓的 所以你看到就是他的他的 國保他的公安各地的 一起行動 非常有有有有計畫去抓的 嗯嗯 有有有原因 所以這個大規模的背景 簡單就是這樣 嗯 這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在在03年 2013年的時候 其實包括中國非常著名的律師 普世強他也是被被抓 那這個之間 對有什麼樣的一種關聯性嗎 我想普世強是一個非常具有指定的 指標性的人物 那在去年這個普世強被被抓之後 其實是不是已經 這個習近平這個政權已經有在暗示 或者是是某種的下馬位 嗯 啊習近平這個是2012年那個 他們啊中國的18大以後 上台以後呢 嗯他一關一關都是說一些例行的 的話就是什麼違法治國 對還有他的總理李克強 你說一些啊官方的話 要每一個公民都看到這個法治的陽光 OK 說是一套 做的完全是另外一套 我想他在抓這個這個貪腐方面呢 他的力度是很大 但是當然我們注意到抓的都是他的政敵 但是呢對於這個這個法律方面呢 其實只是比他前任前任 吳錦濤時代已經非常緊 這個習近平更緊 抓的更緊 什麼七部獎啊什麼這個 對 看得出呢 就是他的政策呢 就是監控的力度是更大 對於這個這個 律師他們活動的範圍受的更緊 那普吉強呢 是去年六四前後 的時候出事的嘛 沒錯 但是現在已經完全超級激壓了 超得不得了了 嗯 那為什麼那麼強硬呢 剛才我說 其實他們做事情的模式 有時候我都很難很難掌握 也注目不到 因為他們有時候真的不按理出牌 為什麼這些所謂的 所謂的 關起雲來做一個對六四的一個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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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大部分都要抓 你看得出來 就是他有時候 他的標準都不一 但普吉強受到這個對待的 也跟普吉強以前 他參與維權的案件啊 他的發言呢 很有關係 對 但是我們如果把 普吉強跟這個 710的這個 這個逮捕 有沒有必然的關係呢 暫時我們 看不到明顯的關係 嗯 但是我們如果 我們看看 問一個 一個關鍵的問題 為什麼他要這樣 大規模去 逮捕這些律師呢 我覺得 我們的分析是這樣 第一 這種大規模的 這種逮捕呢 第一 就是打壓那小數 剛才我說還有二十多個呢 比較最核心的這些 律師 現在已經失蹤了 對 打擊小數 威脅其他人 然後 增設所有其他 因為這種大規模的逮捕呢 肯定他馬上就在全國了 發揮了一個一個效果 就是一種警示的效果 對 非常恐怖 因為如果你是律師 或者你參與過這些 敏感的案件 你根本不知道 什麼時候來敲你的門 嗯 產生了一種呢 你跟你的家人 都馬上處於 非常不安全的感覺 的這些境地 嗯 所以呢 這個最大部分人是正事 對那被抓的人 就是威脅 你要跟那些核生人 劃清 劃清界線 那最後呢 就是打擊那小部分的人 那最近這幾天呢 我們在看到大陸的電視呢 每天就在播放 播一些什麼呢 就播一些被抓 但是放出來的這些律師呢 嗯 他們的一個所謂的 一個懺悔 自白 自白 說了什麼 比方說什麼 什麼 我是受 我是不明 不明事實 不明真相 受到國內 或者境外的一些人的誤導 所以我參與這個事情 我現在知道錯了 我知道 這個都是違法的 這種所謂自我檢討 我們知道在共產黨幾十年來 最恐怖的一種手法 就是把你抓起來 然後要你自己自我檢討 這其實我們看到最近這幾年 特別的多 對 特別是在公眾媒體上面 去做自我的檢討的狀況 其實幾十年來 從共產黨媒執政以前都已經有 現在把它放到這個電視上面 電視上面 對 其實我覺得非常殘酷的 你想 因為剛剛幾個小時之前 我們看到那位周氏風律師 就是王宇律師 就是這一次被打壓這個律師事務所 叫風瑞律師事務所 對 他的主任叫周氏風 他居然把它放到這個 中院電視上面 做一個非常你可以說是很弱 但是非常無奈的一個檢討 嗯 但是周氏風律師呢 其實為什麼也卷進這個事情呢 他本來就是一個非常溫和的人 他肯定是非常支持 非常同情這個維權運動 但是他自己並不高調 他並不高調 人也溫和 但是他犯了什麼錯呢 就是好幾個月前呢 他居然的宣告他只用700萬 700萬成立一個基金 作為這個支援所有受打壓的維權律師 如果他們受打壓被灌起來呢 支援他們的家人 他們的孩子 支援他們的比方訴訟費用 他這樣去支援拿出這些錢來幫助他們 而且呢 在中國嘛 如果有律師嘛 你必須要加入律師事務所才能職業 對 沒錯 那好多的這些維權律師找不到事務所 願意容納他們 周世豐律師就把他們容納進自己的事務所 所以看到了公安去燒查 包括他的瑞豐瑞律師事務所 好像被打劫過一樣 所有電腦啊 文件都被拿走 現在現在空空如咬 而且呢更痛苦 你看這些 比方周世豐律師 他們跟王宇當然是非常好的朋友 也容納他們進來 居然在講這些所謂的自白檢討的話 唯心的自白 你想以後他跟王宇見面的時候 他是多痛苦 當然王宇可能是諒解他 但是他這樣公開這樣背叛自己的朋友 我想我正常的人 你終身都處於非常痛苦 不安的狀態 這個也是對人性非常嚴重的扭曲 沒錯 但是就是發生在這個社會裡面 所以這個案件其實我從方方面面來說 這個是不只一個逮捕律師這麼簡單 做成恐懼恐怖 律師之中的不信任 而且劃清界限 做成一個分裂的狀態 其實都是一個非常恐怖的社會狀態 對這實在是一個非常殘酷 非常殘忍的說法 這非常跟中國國時候的一種遊街示眾 而且你是變得是你在自白 然後再去出賣自己的朋友 甚至你某種程度上面 在否定過去曾經所做的一切 我覺得那是一個非常非常殘酷的一種做法 我們看到中國大陸的這樣維權律師的大批被逮捕 在香港你們會有恐慌嗎 或者是你們怎麼去面對 這樣的一個中國的這種所謂的 非常殘暴的或是不民主的做法 這幾天香港的媒體也有報導 也引起了關注 但是一般來說在香港我並不覺得有引起恐慌 因為大陸發生這種事情已經不是今天發生了 發生了太多了 一般沒有特別影響到香港 你看1989年6月4號發生的事情 要恐慌的話早就已經我們都恐慌了起來了 所以這樣的事情並不引起我們的恐慌 但是引起我們的憤怒 所以今天我們剛才我們有一個媒體交代會 有好多好多的媒體來報導 然後這個交代會是誰召開呢 就是香港大律師公會 所有的能夠找到的 還活在香港的以前的大律師公會的主席 他們一起發表的一個聲明支援這個事情 還有法律界三十個選舉委員會的成員 包括我們都參與這個聯署 去譴責或者支持國內的這個律師 媒體各方面包括國際上面的聲援 這個聲勢越來越大 所以引起恐慌達沒有 但是引起關注呢 肯定未來這幾天我們看到越來越明顯 我們知道其實包括香港 其實台灣在前幾天 以及在禮拜一的時候 我們也會有相關的記者會 那除了這個記者會跟聯署之外 我不曉得作為一般的民眾 有什麼樣的方法對中國的這個維權的這種狀況 有更多的了解 或者是說你台灣的民眾有什麼樣的方法可以除了理解 甚至是參與的可能性呢 很可惜呢 在支援中國的這個維權的運動來說 在香港的普遍的氣氛是比較冷淡 冷淡的意思 一方面很多事實他們可能沒有注意到也沒有關注到 另外一方面呢 我想這個在大陸現在發生的事情呢 可能比這個維權更嚴重的事情 更引起我們的關注 比方國內的一種嚴重的貪腐 社會的不穩定 其實那個更有脫色性 我們更引起這裡的關注 所以維權運動是民間社會的運動 在這裡有關注 但是它的關注的程度並不算特別高 嗯哼嗯哼 那不過我想這得要所有的人都要關心這樣的一個議題 這很特別的一個現實 就是中港台這三個地方 事實上雖然它是分屬不同的一個政治的實體 可是它的這種所謂的命運 或者是它的相互關聯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今天非常謝謝我們的中國維權律師 關注理事會的副主席張耀良 張大律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我想在禮拜一台灣也會有這個相關的這個計程會 在台灣這個地方也會持續的來關心這樣一個行動 那今天非常謝謝你 我們下禮拜再會 謝謝 謝謝你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